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雪州嘉瀛警方宣布从8号起24小时封锁8条道路并在10个地点设置路障 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下午病情恶化 会送往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卫生总监德顿罗希上透露 卫生部发现国内有3个感染群 目前已经延伸到第5代感染 包括最初爆发的大城堡清真4万人大集会 少来越古今的一个教堂活动以及雪兰儿洲万一的一场婚宴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50件正在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25件下午病房接受治疗 不过没有出现死亡病例 卫生部促请民众不要怪罪 歧视或标签任何来自感染群的病患或群体 另外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布朗哈密证实 目前国内共有44名警员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有超过900名和确诊者有过接触的警员和家属正在自我隔离 为了在行动管制令期间加强对道路车流量的管制 雪州嘉颖警方将从明天8号开始24小时封锁8个路段 以及在10个地点设置路障 比原本的7个路障新增了3个 为期14天 嘉颖地区原本的7个设置路障的地点 包括交赖嘉颖达到往吉隆坡的方向 嘉颖收费站 万尼收费站 斯里布特拉镇收费站 加福大道收费站 呼鲁冷月县双西瑞21及24里 警方将在以下的3个地点增设路障 也就是新街场大道往伯特拉大学方向 苏埃拉玛达南往布城的方向和交赖14里路 他表示 另外8个全天后封锁的道路 分别是西米山往电动火车隧道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阿布朗哈密指出 警方将会加强人手监督边境地带 避免因为非法移民闯入我国而引发出现第三波的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 PDRM akan mengambil langkahan untuk mengetatkan lagi kawalan di sempadan dan juga di perairan menerusi opsnya ops bawasan ops awas dan ops batas di Sarawak sementara di Sabah pula ops taring so buat masa ini kita mempunyai lebih hampir 2,500 orang pegawai dan pegawai pangkat rendah yang bertugas mengawal meronda di perbatasan dan juga di pantai-pantai 阿布朗哈密还说 警方也根据卫生部的建议 在全国范围同时展开5次针对非法移民入境的行动 而警方也在行动中展开逮捕 其中在这个月5号 一艘载有202名罗虾难民的牧船 偷渡进入俘罗交易海域 结果被大马海事执法机构拦截 船上的所有人 包括45名女子 以及5名孩童 一律被捕 雪州沙阿南市政厅在昨天 和几个政府及非政府机构 在多个公共场所展开消毒行动 副市长 Mohamed Rashidi表示 这一次的消毒行动 是根据卫生部的指南进行 并在展开行动之前 召开了两次会议 这次的消毒行动出动了122人参与 设计单位包括阿南弗拉公司 巴达林县卫生局 消整局和沙南市政厅 旗家的小组等等 行动分为17个队伍 分别在第三区 第四区 第六区和第八区等公共场合 进行消毒 此外市政厅也将在 本月7号到10号 到第十六区 第25区 双西茅诺新镇 和第六区 北甘树邦的公共巴沙 和周边地点进行消毒 欢迎回来 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医疗防护装备 日渐短缺 对此青年级体育部技术培训学院 制作了2500套防护衣 给执行的医护人员 确保他们在为新冠肺炎患者 治疗的同时 也能够保障自身的安全 青体部长达德斯里里萨 在一份文告中指出 首批的2000多套防护衣 是由杜顺大和日德里的 青体部技术培训学院所制作 而接下来的第二批 将会生产更多的防护衣 因此青体部计划 将全国其他地区 如雪邦、大马鲁、瓜拉冷越 大山脚以及巴尔等地的 技术培训学院 一起加入制作防护衣的行列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 马六甲大马联邦农业销售局 体谅人民购买新鲜食品的难处 在埃及勒设立了管制新鲜菜市场 这个菜市场是以德莱苏、 Drive-Thru和线上购买的方式 进行营业 销售超过50样蔬果和新鲜食品 为了减少人民患上新冠肺炎的风险 管制新鲜菜市场顾客 必须遵守规矩 这包括了戴上口罩 以及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 另外顾客也必须接受体温检测 顾客也对这个计划表示欢迎 同时希望这个措施 可以在行动管制令结束之后 可以继续落实 关制新鲜菜市场 管制新鲜菜市场的营业时间 是星期一到星期五 从早上8点30分到下午4点 而在星期六和星期日 营业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中午1点 新闻的尾声给您送上本地网络创作人的抗议歌曲 留在家中 这首歌曲的歌词简单朴实 但是每一句都表达了最直接诚恳的请求 就是恳求每一个人留在家中 一起负起责任 对抗这场疫情 感谢收看华语新闻 我是黄康星 我们再会 是黄康星 我们再会